宋哲宗赵旭去世的时候非常年轻 虚岁25岁 若是按照周岁来算 那便只有23岁 因为他是西宁9年12月出生 所以按虚岁算 刚落第一岁 一月后就成两岁 周岁年纪要直接加二 虽说宋哲宗如此早逝 但他的在位时间却不短 差不多15年的时间 放在中国古代的皇帝里 算是平均值往上了 只是落在细分的话 我们又得把宋哲宗的统治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他在位的前九年 也继原分八年1085年 到原有八年1093年的这段 这一时期 哲宗还是个小政太 权力都在他的奶奶高太后手里 哲宗基本没存在感 所谓正只见臀背 上朝时只能看到大臣们拿屁股对着他 事实证明 如果你不是真心想挨绝 千万别拿这姿势对任何人 尤其是皇帝 第二阶段 则是少盛元年1094年 到元福三年真月1100年的这六年时间 原本元有朝还有个元有九年 但因为哲宗过度厌恶元有正直 所以没等这年过完 就改成了少盛元年 而这一阶段 才是宋哲宗真正主导的时期 很多地方不了解宋哲宗的作为 总而拿元有初期拜司马光为相 作为宋哲宗的意志 这就是读史书深不深入的区别 往往插之好理 缪以千里 元有时期的保守政治 根本和宋哲宗的本人意志没关系 甚至若说反感程度 哲宗比谁都反对他在位时期的这前半段 但是若要将少盛以后的六年 作为哲宗的真正统治时期的话 那这位年轻皇帝的一切 就愈发让人觉得短暂了 偏偏他在这六年时间里做出的成绩 又无比耀眼 也难怪许多人会拿他与唐武宗李延做对比 短暂却璀璨的流星往往更让人惋惜 而宋哲宗清正后六年的作为 主要可以分为三件事 第一 继承并重开宋神宗时期的变法 第二 清帅元有时期的保守党 第三 拓边西北 在过去的视频中 我们已经对第二和第三点做了深入讲解 那么这一集 我们便围绕第一点 以及宋哲宗的情感生活 来为这位年轻皇帝的人生落幕 完成最后的尾声 主角安好 我是白切玉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都知道 宋哲宗是个父控 听不得旁人说他爹神宗半句坏话 所以在变法时 比起王安市主持的悉宁阶段 宋哲宗更偏向的 也是他爹神宗所主持的元丰年间的法令 但是唯独有一项内容 他没有跟着老爹走 什么呢 对于君权的回收 宋神宗以前 宋朝的宰相主管中书明 宋门下这一个大机构 机构内可以一体化负责 从制定政策到审核 再到实行的所有过程 当然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必须要先去跟皇帝讨论 在得到皇帝的建议和认可后 新政策便可以下放机构 准备实施了 那么有时候边防战况紧急 皇帝还会让隔壁主管军阵的书明院 同中书门下一起开会 两边长官在会议上互通有无 该吵架吵架 该寒暄寒暄 总之就是尽可能提高 制定政策的效率与透明度 但是到了王安石霸相后 宋神宗赵仓鼠同学 自认为已经神功大成 不再需要宰相和书密使 在他面前指手画脚 于是神宗不但降低了 两府合作的品次 更在缘分改制时 把同诸书门下也拆成了三个部门 从此制定政策归中书省 省和归门下省 施行归尚书省 原本宰相找皇帝开会 只需要安排一个班次就行 现在倒好 直接要分成三个班次 而且三个部门间的信息交流 也很有限 在效率上 就远远不如过去一个部门里 完成一条龙服务时的状态 神宗之所以这么搞 无疑就是想通过拆分宰相的权力 以强化自己的军权 如此一来 也就只有皇帝 能通晓三个部门所有的信息了 宰相大臣不管多强势 也只能乖乖给他当小弟 只是这个心智想象着美好 但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 又实在是效率太低 连宋神宗这样权力于旺盛的皇帝 也被折腾得叫苦不爹 反过来还要靠宰相蔡雀 做执行哥哥帮他化疗 才能心理好过点 于是等到神宗一死 司马公和吕公主便马上牵头 逐步恢复了三班合作的旧制 也寄让中书审 门下审 上书审恢复过去一起向皇帝 奏施的旧制 为的便是在新制度的基础上 提高行政效率 这一改动 思以为可以算是原有时期最大的贡献 而折宗清晨后 虽然万世抵触原有 但并没有将三班合作的这个补丁给改回去 但这在遇到重大问题时 折宗朝三省与书密院合作的频率 也得到了大幅增加 我们要知道折宗这么搞 等于是在把殷宗和神宗两代皇帝 好不容易收回来的权力 再给下放出去 倒颇有点人宗的味道 郡主主动出让权力这种事 本来在封建时代就是少数 但是小皇帝折宗就是这么干了 折宗既没有如神宗那般 通过老乱制度以削弱宰相的权力 也没有似仁宗那般皆莫不语 克制自己的表达欲 折宗向来非常乐于参与到 这帮老头之间的争论 并通过自己的表态 以震慑住朝堂 真正的强者 穿了不玩虚头八脑的套路 要么有自知之明 不乏制度运行 要么就是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 在维持秩序的同时 也能正面硬刚 从折宗至于突边西北过程中的 种种决策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他往往能切中要点说服大臣 这种才能 使得折宗不需要再去微操和集权 也能控制住军队 控制住朝堂 要知道折宗所面对的宰相张敦 可是个非常强势的人 即使在元福年间时 折宗已就对张敦产生了反感 但却依旧咒用他 与周围并不是很支持 缘分政治的新党领袖 分享权力 只要不触碰到新旧党政的红线 宋折宗同样也是能对大臣 采取幽容的态度 其实张敦从来都是个非常特别的新党大臣 他本人不但不是京东新学的门生 早年还失臣于异学大家 邵雍的门下 嗯 就是我们那个老朋友 邵伯温的爹底 当然 比起他那个妙人儿子 邵雍在学术上的贡献 无疑是非常大的 虽然宋史 宋约学案等 反王安时立场的文献礼 都说邵雍看出了张敦新书不振 故意只没有将自己的衣钵传授给他 但张敦和邵雍之间的关系 却始终很好 张喵甚至还曾帮邵伯温举荐过官职 当然邵伯温还是立场坚定的拒绝了张敦的好意 也是凭着邵雍的关系 原有初期的张敦 才会对司马光文彦博等人抱以期待 他原本是非常适合作为中间的桥梁 以调和新旧两党间的纷争的 但最终 却被高太后 已经能拨原有大臣 硬生生的给逼成了死敌 原有大臣后来在邵盛元府时期 被不断打压 也只能说是自作孽 愿不得旁人 而在张敦 曾部 蔡辩 徐教等大臣得到皇帝的支持 陆续回归要位 重启新法之后 折宗朝至于西分法令的恢复情况 又是如何的呢 首先被张敦 李清晨等人先先念念的 自然是恢复牧义法 早在王安石变法以前 宋朝大多实行差异法 也既让地方的上等户 每年轮流着异物为衙门服役 服役的内容乃是管理和进行一些国营的产业 或者押送一些物资刚运 如果造成了损失 就需要这些上等户赔偿一切 地方的老百姓 大都没有管理周牙事务的经验 又常常被管理欺负 造成了很多上等户 因为服役而破产 仁宗朝为了应对这类情况 在韩起韩将的牵头下 出台了一系列义法改革 直到神宗朝时 王安石变在韩将的辅佐下 逐步停止差异法 该以牧义法推行全国 在牧义法中 朝廷将地方的百姓 按照家产多寡分为五等 然后按照名户的等级 分别像他们 执受不同数量的一钱 当然越高等的名户 要出的一钱也就越多 然后朝廷再拿着这笔钱 去招募在衙门有工作经验的人 来代替原来的百姓服役 如此一来 又能避免朝廷财产的损失 也可以更合理的 向老百姓分配义务 而这里说到的一钱 又分为三种 第一种 剿灭一钱 这笔钱 由原本要承担差异的老百姓来出 第二种 叫注意钱 由那些原本没有轮替义务的官户 四官户 仿孤户 女户 丹丁户来出 第三种 叫宽省钱 则是让地方衙门 根据当年的预算多寡 来额外多收的一笔税款 悉尼年间 规定其数量 是免疫钱的十分之二 但是随着神宗朝后来的战事增加 朝廷一而再再而三的 收回地方的裁权 这就让地方周衙 必须要多设置预算 以防止朝廷的钱拿走后 地方没有钱周转 来应对自然灾害 越收越多 便成为了最害民的一项税款 朝廷所征收的数量 往往不只有两分 这点钱也常常用不到地方基建 而是被转移去了做军费 原本非常进步的木议法 因此成了害民之法 不管是张敦还是司马光 在神宗去世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要调整木议法 只是张敦的调整建议 是在法令基础上进行修改 而司马光的建议 则是直接废罢木议法 恢复差异法 虽然司马光恢复的差异法 也吸收了木议法的不少元素 但其实质上的实行效果并不好 造成的社会动乱 更有剩于元分年间的木议法 这便让跟随司马光的原有大臣 也深为头痛 等司马光去世后 原有大臣不断给这个 新版本的差异法打补丁 绕了一圈后 反而是越来越像木议法 这些内容我们在 宋哲宗原有片中都有详述 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张敦当年便非常激烈地 反对过司马光的做法 乃至为此 原有大臣们争论到撕破脸皮 这也让他在重灯相位后 第一个便要调整这项法令 张敦的做法也很简单 再次停止司马光的新版差异法 恢复木议法 不过张敦的这个恢复 又和司马光的做法有些相似 邵盛年间的木议法 同样也吸取了原有差异法的经验 譬如说再说宽审前十 朝廷便规定 数量不能超过免疫前的十分之一 这便让了折宗朝的木议法 在顺应的时代发展趋势的同时 其剥削程度又较于原分 乃至悉宁时期大位降低 事实上邵盛初期的载质大臣中 除了张敦外 也有李清晨 邓润府 安涛这些立场更中立的新党大臣 虽然他们大多不支持拓编 却因此在法令制定上 更注重调养名利 以支持张敦的初期时政 为了更好地监督地方的阵令调整 朝廷吸取了西宁时 完事设置支持三思条例丝的经验 也重新设置了一个 更有利于载向高效应转权力的部门 直接领导地方 原有时 旧党为了将朝廷 售罗到中央的权力还给地方 废除了完事设置的长坪法 将中央直辖的长坪仓物资 转移到了由地方负责的广汇舱中 而原本由中央领导的 提举长坪司则被撤销 权力转移到了地方的提点寻印司中 如今少盛朝先党归来 广汇舱跟着被撤销 物资再次被移交回长坪仓 管理权也重新归于提举长坪司 并用朝廷直接领导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想 便是将地方的财权收归中央 从而提高国家运游物资的效率和统性 长坪仓除了在灾年时 政绩百姓外 也负责调控市场物价 以及支援战争后勤的功能 王安石年轻时 在基层当了几十年的官 平双脚走遍山川河谷 深知华夏自唐宋土地政策的变革后 凭借百姓人身自由的解放 在民间工商业中 发展出了多么强大的财富敌运 所以在他主持朝政的时期 除了收拢财权外 也一直在大力铸造铜钱 发行货币乃至新修水利 为的便是通过发展生产力 促进全国商业的火力与货币流通 一些激进的旧党大臣不信他的理论 也很少去实地考察 在停止原分潮剥削政策的同时 也停止了王安石所主持的 发展生产力的政策 搞得国家好不容易提高的经济需求 顿时缺少经济补充 引发了大规模乱想 早在宋神宗刚去世时 主管财政的户部上述李长 曾坦言先朝在全天下的长坪仓中 积攒了5600余万贯钱货 今时的分装库里也有物资1000余万贯 足以应对一切突发情况 但在原有潮主政了8年 停止了长坪法及一系列经济政策后 国家的金融火力大为减弱 即使少生潮想再度提高 也是显得有心无力 乃至于到少生四年时 宋霞重启战士 地方财库却远不如神宗潮时流转迅速 宋哲宗甚至恶狠地 责骂曾任职河北的朱光廷等人 所谓如光廷禁散河北胡斗 先帝经营储蓄 一日而尽 两边的恩怨 早就不只是个党派斗争问题了 虽然讲道理 民有潮的保守政策并非全无可取之处 譬如说调养了原分潮过度压榨的名利 缓和了地方与中央的一些矛盾 但至于王安石以异理财的逆反 至于宋代民间生产离任职的缺陷 也不得不让人感叹 这些道德君子只动朋友圈治国的可怕 上面提到的李长 也曾是王安石的好友 因为反对老王的部分法令 在西芬时期遭到了边缘化 后来在元佑时期被教会朝里任职 但是在基层切身体会了老王的法令后 他的立场也早已改变 甚至为了保住沐浴法 和旧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也因此在后续的斗争中遭到外放 事实上 除了一部分搞事的人外 大部分官员始终都在变法中保持着信息的交流与更新 只不过这些勤恳做事的人 往往不如搞事的嗓门大 显得存在感很低 但国家的日常运转 恰恰却都是靠着这些默默跟隐的人 例如王安石新年拒绝调任朝中 坚持走遍整个营县时那般 也正因如此 当折宗清政后 那些真正精于励志的官员恢复清淼法时 比起盘剥百姓弥补财政亏空 他们依然更加重视清淼法旧时汉民的问题 少生时期的清淼法 首先坚决不准地方官对老百姓强行摊派 也寄义乐 而清淼法所收的利息 也从王安石主政时期的二分下降到了一分 过去再讲王安石变法时我们便曾提过 老王变法以前 地主借粮给老百姓后 所收起的利息往往是本金的十倍以上 老王的两分利息虽然放现代属于高利贷 但在古代却是妥妥的天使投资了 如果到了2024年还拿这个点批判老王 就算放到事后诸葛里 也是最愚蠢的那瓜了 事实上早在清淼法刚实行时 老王和沈宗都是做好了赔掉本金的打算的 根本不存在什么搜刮明指明高的心思 这条法令对宋朝而言 绝对属于摸着石头过河 如今到了折宗朝 张敦可以吸取先辈的经验 又同时兼取原有朝的精神 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清淼法 在各方面都算是西风版本的威力加强版 而比起王安石时期从父户手里多收钱 以政绩平民的法令精神 折宗朝与之相比则弱化了不少 可能是悉尼年间遇到的社会阻力 让张敦增步的人都记忆犹新 他们也拖而求其次 选择了更为稳妥的方案 譬如在大的政策方针上 减少对上等户的收税 但在其他方面会补充一些新的税款 譬如说复兴益仓制度 也即在收取轻描税的同时 每收一时描税 便再多收民五生 为的便是在灾年时 以益仓的存量 强化长坪仓的振积力度 而这套制度果然就在不久后发挥的作用 因为折宗朝同样是自然灾害频繁的时期 15年时间里 总计灾害85次 折宗清生后的6年时间里 又占了42次 我们知道从少盛三年到元福二年 整整4年时间里 宋朝一直在和西夏 清唐发生大规模战争 但是宋朝却能同时扛住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双重重压 一如西年神宗朝时那般 提取长平斯 与一系列新法的恢复 鞠躬至尾 而为了更好地解决财政困难 折宗朝一方面继承了神宗朝的农田水利法 在大力新修地方水利工程 从而以功代正的同时 又在法律上编修斥令 以完善朝廷对水利工程的应行要求 同时在铜矿开采上 折宗朝也有了新的突破 神宗朝时因为大量铸造铜钱 导致了铜矿的紧缺 再加上东亚一带国际贸易的兴盛 民间富户与东亚诸国统治者都在囤积宋钱 以从中牟利 隔壁日本的平氏家族 直接靠对宋贸易积攒财力 从而建立政权 开启了日本的武士时代 久而久之 东亚各国都有各自的幸福 只有宋朝的钱荒愈发严重了 好在资源不够科技来凑 华夏发展至折宗朝时 以胆反水从铁中练铜的技术也愈发成熟 至折宗清正后 练取胆铜之法得到大规模推广 由此在一定程度上 建好了宋朝的钱荒现象 虽然在当事人的仪式中 依然认为矿铜才是真铜 但质量最好的铜钱 却也无法只用传统变铸造而成 这便给予了胆铜得到大规模使用的机会 直至徽宗朝中叶 宋朝每年和六周生产的胆铜的总量 高达180多万斤 贵宗朝采力走向两宋巅峰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发后来也被南宋继承 并一直沿用了下去 随着折宗朝对西芬17经济政策的恢复 朝廷也开始出台一些法令 进一步控制这些财货的流通 譬如说在少生三年时 折宗接受户部侍郎吴居厚的提议 对全国各路盈利达到三万贯以上的产业加强监督 以其职责为人该路转云私 少生四年时 又重新设置市义务 宏观调控全国的商品买卖 走这一步 难免是为了应对财政压力 朝廷不得不牺牲一部分地方的商业自由 这次朝廷对商人收取的利息 依然维持在西芬时代的二分要求 但一方面 不再收取现钱以外的任何物资 也不准赦账延后还款 另一方面 同样不在意收取利息的数量 来提高对于负责官员的赏赐 如此一来 可能无法提高负责官吏的积极性 却也加强了信用保障 降低了管理难度 确保官员不会为了提高业绩而胡乱贷款 虽然随着宋下战争规模的扩大 折宗官吏对于这些法令规范的遵守 仍然产生了偏差 尤其是菜经无据后的人身居要位后 社会上还是存在着盘剥的现象 但张敦所继承的西宁朝 与原有朝的法令精神仍在 使得同样穷兵独武的折宗朝的经济政策 却仍是比原分朝要善民的多 再加上宋哲宗在战略上的稳扎稳打 也让宋朝的战争相耗 远低于沈宗朝 这也为后来徽宗朝前期的国立腾飞 打下了基础 当然张敦也想过用其他的办法 来弥补财政亏空 譬如说在陕西推行铁钱 但这容我们在宋辽夏三国博英的集中所言 陕西被原有时期的政策 劳乱了经济秩序 张敦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后来张敦又尝试在河北扩大食言的进缺范围 以提高财政收入 但最后的结果仍是百姓叫苦不跌 政府却没有多少获利 这也持回了张敦为相期间的又一次词别 只是到了徽宗朝时 朝廷直接将食言的进缺范围扩大到了全国 然后主政的蔡金便收取到了足够的军费 解决了财政困难 但这都是建立在毫无底线的压榨百姓的基础上的 不似少盛初年的陆施敏 明明是个在神宗朝就名扬海内的库吏 结果到了四川负责确查贸易时 却剖客之际 不落前日之注 狗见名 意涵见焉 上一集老陆管军事就吃了憋 结果在折宗朝管经济又吃了憋 在张敦面前 库吏那也是都要收着点的 折宗治愈张敦的信众 使得他能不计得失的监督朝野内外 自然也让不满他的官员愈发增多 偏偏袁元分朝的那些库吏 大多投靠到了参政蔡变的会下 蔡变作为王安石的女婿 不愿始终被张敦压一头 这也让两边的关系 剑拔弩张 早在地方围观时 蔡变曾被苏哲称赞为 文华之美 发自早年 财力之忧 鉴于致俊 是具备相当的行政能力的 在他回归朝堂后 也很明确地想将王安石的学术思想 融入国家行政之中 譬如说 保家法本是为实现全国兵农合一 而推行的初步方案 其中恢复古法的一面 来自于王安石对周理的推崇 从社会分工细化的角度来说 保家法有着其落后保守的一面 而且比之对华北的国防 保家法更适合于南方的边疆地区 毕竟南北气候差异严重 宋朝战利强的禁军 大都在北方 每每从北方调居南下 都会搞得禁军水土不服 伤病严重 恰恰是在实行保家法后 南方的国防力量 有了一定幅度的提高 不管是神宗朝的开边金湖 还是徽宗朝的西南拓边 都多有依赖保家法 打下疆域后 保家法又可以迅速掌握当地户籍 提高控制力 却有其合理的一面 只是适应这套法案的地区 却有着极大的局限性 要么是人口稀疏 生活条件落后的地方 要么就是国防压力 并不太强的地区 毕竟条件好的地方 不可能再回归到 军事化的生活节奏里 国防压力强的区域 也不能指望这些个保家兵 去适应中古时代 重甲兵团遍地走的高力度战争 所以整到最后 最需要边缘的华北国防 不指望保家 南方的经济发达地区 也很难推行保家 等徽宗朝末年 浙江发生方辣之乱时 还得西军南下评判 而京军进入河北后 保家能发挥的作用也更加有限 到头来比起直接参与战争 保家法反倒更适应战区的治理状态 元佑朝也是基于这种原因 逐步缩减了保家训练的内容与频率 智哲宗亲政后 以菜变为首的新党 又可惜于保家法的荒废 认为元佑朝的修改 让这条法律沦落成了样子祸 于是又按照西芬旧制 恢复了对保家的训练 而且在管理上更加细化 连地方州一级行政单位的训练 也要轮番教室一设 保家之后 便是对于科举的改革 原本司马公和王安石 都是主张以精益取势 弱化乃至取消师傅考试的 但是师傅考试 有利于测试考生的智力 只考精益 容易让大部分 没什么社会阅历的考生 流于空谈 这便让朝廷在 王安石和司马光去世后 又将师傅这一项 重新带回了科举 而王安石的精工心血 自然不可能与原有朝 再享受独尊的地位 好在那时的保守党大佬 打心底里 还是佩服王安石的卢学造诣的 除了皇将一个搞事的 想焚烧三精心意的刁板外 其他人大多主张在 保留精工心血的同时 再教授其他学派的典籍 唯一比较出格的 可能就是禁止世人 学习王安石寄予厚望的著作 自说了 不过这种恩怨 主要聚焦在学派之间 与正式上的影响 暂时还比较有限 不过总的来说 王安石置于科举和教育的改革 得到了较大比重的保留 而在折宗清晨后 负责国家意识形态的菜变 偏偏就是精工心血的嫡系传人 作为新一代学派领袖 那还不得把原有诸公 全视为死敌 于是在大批量报复流放了 原有朝那帮老头子后 王安石不但示好闻 追分输亡 更入似孔庙 心血则成为被宋朝官方认证的 儒学正统 除此之外 心血不待于太学三设法 科举考试深度捆绑 连折宗徽宗两代皇帝的 御前金言 也要以精工心血为主 张队也顺手推舟 将三设法 进一步推行到地方周学这一级别 以求更大范围的规范化 宋朝的教育普及 另一边为了传播心血 菜变不但让三金心意 成为太学的官方教材 更解禁自说 支持他的师兄公园 以刁板大型开印自说 使得此书盛行于世 在宋末出现了自说解 自说音讯 自会等上版卷延伸润著 王安石的毕生追求 便是用自己的思想 变革宋朝的风俗 以普局教育开启明智 并发展生产力 让国家从世人到百姓 都能自灵魂深处 认同并遵守新法的法令 从而节省不必要的沟通 和行政成本 团结一切资源发展国家 建立理想国 菜变很努力地 想要继承王安石的事业 但很可惜 他们要做的事 规模太大了 大道量王安石这样的巨乳 也要迷失在 人心的纷繁崎岖之中 况且菜变比这王安石的学养 仍有着极大的差距 它固然能在表面上 以官方的权威 定下金工心学正统的地位 但若是要让天下世人 与内心深处认可新学 那无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新学思想虽然有些开拓价值 但在北宋末年时 仍然不够成熟 没有经历过足够的社会变迁 与魔力实践 早早地被捧至高位 与政治利益捆绑 过于实用功力的一面 也断送了这门学派的后续发展 宋人推崇孟子 王安石本人也推崇孟子 南宋朝的孟子升格运动 恰恰源自于欧阳修 王安石 苏氏等学者 至于其学术的批判和总结 后来的陈朱里学 之所以能在南宋灭亡后 又被袁明清三代尊宠 传遍东亚 也在于北宋末至南宋末 上百年的哲思博弈及孕育 作为前朱熙时代 最重要的宋学学派 蔡变在发展新学的同时 也限制住了这门学术的未来 事实上 即使是同为王安石追随者的张敦 便因菜变过于狂热的推崇完石 致使两人产生了矛盾 前往我们曾提到过 作为邵圣朝的新法领袖 张敦本人却并非精工心血的本人 而是师从与邵雍 学术光谱上 更倾尽于二成的洛雪 可惜爱于后世舆论 对于张敦的迫害 致使其生前著作无疑得到流传 后人也没法根据他的思想 进行深入研究 但毫无疑问 凭借张喵佳佑年间 连续两次中举的考神战绩 他的血氧必然是极其出色的 可能也正因为在其他学派上的造诣 让他更加看不惯菜变独尊心血的做法 原本出于统一战线的考量 张敦至于菜变的学派推广 都是全然不管不问 然等到菜变进位执政 连然成为精工心血 下一任化石人后 张敦终于感受到了 来自这位政治同盟身上的威胁 在之间开会时 菜变没事就爱把王安石挂在嘴边 动不动拿导师压人 贬低其他学派 张敦从来都是暴脾气 他固然尊重王安石 但不代表别人能仗着王安石压他 甚至破坏朝延内外的学术氛围 久而久之 两边的关系也走向冰点 当然比之深谋的菜变 张敦大大咧咧的个性 也确实常在权力博弈中闹出乌龙 他在神宗朝时 就因为推崇古里 便整出过想以知之告的级别 让宰相跑出来迎接自己的忠儿世纪 做了宰相后 忠儿便愈发严重 工作时直接穿道袍去和同僚谈工作 整得对方极其不爽 某种程度上 少年得志的张喵和扣准还蛮像的 都有点被君主宠坏后 缺乏臣服 不善权斗的一面 这一位折宗去世后 张敦在徽宗朝的黯然收场 埋下伏笔 事实上 折宗一朝的张敦 虽然功勋卓著 威望除高 但他本人的政治势力 却是一直在减弱的状态 很多他看重并唯以重任的下属 到最后却成了他的敌人 譬如张敦刚回朝时 接纳了墙头草杨卫 进入自己的门下 但是杨卫没几天 就又应付到李清晨和安涛的阵营去了 当时张敦和他俩正因为战盒问题 朝得不可开交 林增部也加入战团 一起弹劾张敦 杨卫大概是眼瞅着张敦不行了 林某赶快阵营 不想哲宗拓边意志坚定 没将张妙罢相 反而让张敦察觉到了杨卫的背叛 于是果断将这位三变先生外放 赶出了朝廷 杨卫之后背叛张敦的 则是大才子林希 作为苏氏苏哲兄弟的好友 林希和林黛兄弟同样财名远播 连苏氏修筑在杭州的苏公低提名 也是林希写下的 只是到了少盛朝 林希为了上位不惜挡富张敦 打压苏氏苏哲兄弟 尤其是在对苏哲的贬出赵书中 先指示他们父兄三认为 父子兄弟 邪机巧便诈之血 金鱼祸重 又说苏哲是怀奸不忠 凡以君父为仇 无负臣子之意 排挤忠良 绚烂风俗 骂嗨了后 还说高太后是老奸善骨 苏哲看到赵书中 连他父亲苏学也一起骂了 彻底破访 哭气只说道 某兄弟固无足言 仙人和罪业 除了苏哲苏氏外 源由大臣中如司马光 吕大坊 吕公柱 刘志 梁涛等人的贬官诏书 也多为灵溪所写 信就党者的功过是非 暂且不论 单以灵溪曾经与苏家兄弟的关系 乃至辱人先祖的做法 这为了公民不要脸皮的做法 也不用再指望什么好名声了 就连灵溪自己写完诏书后 也不由得置笔感叹党 坏尽名结义 当然灵溪也不是傻子 之所以能献祭人品干这种脏活 无外乎张敦给的价足够高 承诺了 他只要交了同名状 就能禁卫执政 不想张喵却在哲宗那里吃了憋 多次举荐灵溪的请求都没通过 折了老半天 灵溪连近身载质的前职要求三入头 也记汉林学士 知开封府 欲使忠诚 都做不到 久而久之 灵溪即使升到了汉林学士的位置上 也对张敦产生了恶心 毕竟是能不要脸皮 迫害老友的人 不能指望这种人 在一两年的等待中 还能维持什么忠诚度 到了少生四年 灵溪没当到三省的执政 却做了隔壁书密院的长官之一 通知书密院士 有记载说 张敦是担心灵溪背叛自己 才让他去书密院 监视阵底曾部 不料弄巧成拙 反而让灵溪彻底疏远自己 转头到了书密室曾部的回下 从此朝廷论事 灵溪处处挚肘张敦 支持曾部 张敦慎怒之下 便唆使御使忠诚行术 弹劾灵溪 恰巧菜便那边 也不爽曾部 就让另一言官领袖安敦 一起攻击灵溪 支持他在元福二年 遭到外放 不过在这里 支持张敦的行术 也不是什么安分的人 他在坐稳 预示忠诚的位置后 意识到张敦偏执自大的个性 依然引起了折宗的不满 并也想赶唤门庭 背刺张敦 只是折宗心里 依然倚重张敦 又给了张喵时间应怼 再将行术外放 要说少府主公在名身上 远不如庆离君子 除了清算阵敌的手段 过于毒辣外 这内斗时的人品 也却是可见一斑 这一系列斗争 虽然都有惊无险 却导致了一个结果 都是以张敦麾下的 得力干将背叛 作为了结局 长此以往 张敦的支持者越来越少 菜便的则越来越多 小菜凭借金库心血 领导者的地位 又有更多的世人 投降至他的麾下 就连在元福年间 遭到外放的醒术 后来也在麾宗朝 投降到了菜便之兄 菜金的羽衣之中 这便让张敦这位 新党真正的领袖 愈发弱势 而张猜二人的斗争 被曾部看在眼里 也是极其受用 也其因为被折宗拒绝 而没有坐上三审之阵的灵溪 曾部可是实打实 被张敦放过鸽子的 起初朝廷召张敦回朝副相时 曾部在拜相致辞里 写了一大通张敦的好话 为的便是让这位 新任宰相拉自己一把 好让他们两位 新法原从同时担任宰相 结果张敦完全不搭理曾部 这便让曾部暗怀怨分 其实真要追溯的话 张猜二人的矛盾 还可以回放到 宋神宗的悉宁眼间 那时吕慧卿 曾部 张敦 都是王安石身边的得力干将 但曾部却先和吕慧卿闹翻 又因为神宗的搞事 于事宜四案中反水王安石 并因此遭到外放 就这一份履历 要想新党再看得上曾部 也是比较困难的 何况张敦还和吕慧卿交好 更不可能搭理曾部 其实曾部自己也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旧党和新党都猜忌敌视他 偏偏他又不是那种十足时的投机者 从来有着坚定的政治追求 这便让曾部意识到 自己唯一能做的 便是成为孤臣 成为纯粹的帝党 如此才可在朝中立足 事实证明 曾部的选择非常正确 凭借对于哲宗的支持 孤立的曾部 很快变成了少府三巨头中 与哲宗关系最好的大臣 凭此优势 他游走在新旧两党间 为朝廷选拔那些 始终与新党保持距离的大臣 譬如说陈赐生 陈冠 赵挺之等人 这样的做法 忽然有想要恶心张敦 做朝堂搅屎棍的内在想法 却也在某种程度上 减缓了哲宗朝在少数时 过于激进的一面 而曾部本人 却是有着足堪驻国的才能 加之其老称谋国的处事风格 倒也在对外拖边的战略上 多次修正了张敦的冒进 乃至阻止了他 一度想要罢免 哲宗朝拓边最大功臣 张杰的想法 除了帮助宋哲宗一轮香脚外 原浮年纪的曾部 也察觉到了 猜边的党与势力 过于膨胀的问题 随着与哲宗的相处日久 曾部愈发明了了 这位年轻皇帝的脾性 他的权力欲望 或许不如其父神宗 但这并不代表 他会坐视任何一家朝臣 势力独大 蔡边的势力再强 他在哲宗朝 也只能位置权重赐予宰相 和书密使的指振 曾部再得哲宗信任 也只能待在书密院长官的位置上 而无缘三审 张敦再强权独揽 也不得不无奈接受 自己的政治势力 被日渐削弱的结果 三方势力如此交错 便在哲宗手中 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这也让哲宗朝的 张曾蔡三人手握重拳 却能贯穿整个少府朝六年时间 而不被外放 由此确保了国事的稳定 这在整个宋朝 都是极为少有的事 当然始终在位的 还有执政许将 论个人素养 许将曾高中状元 师父造诣 被欧阳修认为 气死王增 论吴勇 他的摄数 能在初始辽国时 正经四座 论行政能力 做地方官时 许将政绩主著 也是仿佛王增在世 再加持他的政治立场偏向新党 又支持拓边 可谓优秀又正确的天之骄子 可便是如此初衷的人物 放哲宗朝 也只能给张曾蔡三人做配角 而统设朝野内外的张敦 曾布 蔡辩撒 又始终只能被年轻的哲宗控制 慕斯全力远不如神宗的赵旭同学 却有着属于自己的育人之法 事实上 哲宗的平衡之道 并不止局限在三省 与疏密院之间 对于台阶的阎官系统 他也有着自己的选人之法 与大众印象中比较不同的是 哲宗朝最为重用的两名阎官 陈次生和邹浩 全都是亲近原有大臣的官员 哲宗不但没有迫害他们 还利用他们的政治倾向 制衡项权 乃至修正法令 陈次生 福建先有人 他虽然和陈生之 是福建老乡 也都姓陈 名字又很像 但两人并没有兄弟关系 你问我为什么要专门提下陈神之 因为他的立会没出场过几次 感觉有点可惜 这里就顺带提下他 陈次生是神宗朝西宁六年的进士 那时候完诗已经主持变法四年 心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很高 但高中的小陈 却偏偏对心法不太感冒 他的第一份差遣 是做江西的前州四里参军 这个工作不是说参与军队基层的工作 而是管理当地的嫌疑诉讼 有点类似今天的检察官 宋代的前州民风彪悍 官府为了确保社会稳定 采取了从严治理的方针 虽然效果拔群 却让社会积累了不少隐性矛盾 好在小陈同志工作能力足够强 干了两年多时间 就让前州停无流域 陈次生因此在数年之内稳步升迁 只六年后 便凭借优异的考核成绩 于宋神宗缘分二年 做到了京东路的安邱之县 成为一地主官 只是同在他任职京东路的时期 宋下战争也进入百热化的阶段 神宗任用库立无居后 上任京东路转运使 搜刮了大量名指名高 以支援前线 这无居后虽然本身是个清官 但却并不妨碍他逼的老百姓 家破人亡 缘分七年 一些百姓交不出税收 并被无居后下令缉拿关押 其中也包括安邱县 陈刺生看在眼里内心积压的愤怒爆发 他竟然违抗上司的命令 独自释放百姓 无居后看到有人搞事 转手便上述弹劾陈刺生 长期以来 一直凭借着卓越政绩 文部深切的陈刺生 由此遭遇到了第一次挫折 遭到贬处 还与他当时的做法 阻挠了宋神宗的突边大计 朝廷对于小臣的处罚 也稍微严苛了一丢丢 直接贬去领南英州吃了一只 这是出人意料的事 还没等陈刺生出发 宋神宗却由因想要调和新旧两党关系 而改变了主意 他可能琢磨着陈刺生这人 不太常年待在基层 行政能力出色 而且敢提反对意见 坚持原则 并在御史忠臣黄绿德举荐下 取消了贬处小臣的诏令 改将他提拔到了朝廷里 做监察御史 成为阎官 可我们知道 宋神宗直到临死前还在疯狂下诏 让前线军官专注密下 陈刺生的这份新工作 想来也不会太好做 不过也没等小臣怎么去规劝 神宗调养名利 神宗却在原分八年三月就去世了 然后便是宋哲宗继位 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势力回朝 开启原有政治 陈刺生本人是对保守党很有好感的 所以保守党也重用他打击武居后 简州府这些酷利 尤其是在南方推行研法改革的简州府 并被陈刺生逮着后一顿输出 老简直接被弹劾到 带着儿子简旭成 一起遭到了严厉扁出 只是在停止了京东铁马 福建茶眼等一系列害民制法后 原有大臣之后的种种表现 却又让陈刺生大跌眼镜 首先是司马光 被把木屹法之后提出的差异法 陈刺生和张敦一样 都觉得是害民制法 并提出了激烈反对 奈何司马光不听 而在司马光死后 原有大臣中的洛蜀硕三派 又开始了相互攻击 这帮所谓的君子 在权力斗争中的嘴脸 让陈刺生非常失望 他便自情外放 到了淮南做提点刑狱 直到宋哲宗清晨后的 少生二年十月 他才被张敦和蔡鞭二人 拒荐回朝 担任权众高于监察御史的 殿中士御史 张敦变法下来兼取原有 他举荐陈刺生回朝 理由还好解释 那蔡鞭为何也要认可陈刺生呢 很多资料里认为 是张猜二人看到陈刺生 在原有朝自请外放 又不满司马光修改义法 便自以为陈刺生反感原有 愿意支持新党报复政敌 我个人觉得这只是原因之一 除此以外 陈刺生吩咐的基层经验 应该也是朝廷招他回来的原因 上文我们提过 折仲朝的新法法令 吸收了不少原有朝的精神 而陈刺生亲近原有 自然可以在这方面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若真要关联新旧党真 陈刺生可是曾在太学求学时 便质疑过完食新学思想的人 这样的人怎么看 都不像是会乖乖配合新党 清算保守党的模样 至少光反对新学一向 就颇为挑战蔡鞭的底线了 能支持招陈刺生回朝 蔡鞭这人 多少是表现出了些格局的 然而事实证明 张敦和蔡鞭的心意 终究是错付了 陈刺生回朝后 完全不配合新党复仇 他除了积极上书 建言修正法令外 便是营救保守党 弹劾张敦和蔡鞭弄权 传闻张才二人 原本想让吕慧卿的弟弟 吕生青去主观领南 为的便是让吕生青 以主观之变 逼死苏氏等人 多亏的陈刺生和郭智章 一起反对 才让哲宗 取消了这个任命 后来从领南身还的 保守党老臣刘安氏 便感叹说 陈刺生有功于原有人居多 那么我们若按照寻常的思路 这么亲近原有大臣的陈刺生 在少府年间的日子 又如何呢 答案是 非常受到哲宗的看重 少生三年 只归朝一年的陈刺生 便感到自己得罪的人太多 已经遭到了张敦 蔡辩等人的敌事 便打算再请外放 求一闲职养老 哲宗为此询问了曾部的意见 曾部则说 陈刺生无所恶妇 为众所称 不应该放任这样的人才离开 哲宗很满意曾部的回答 然后便将陈刺生 提报为左思剑 给予了其更高的权力 陈刺生不愿依附张蔡二人的原因 除了政治主张的不同外 也因他始终明白 自己之所以能在朝中立足的原因 协助宋哲宗 对朝堂议论相讲 而除了陈刺生外 他的好友邹浩 同样受到了哲宗的看重 比起小陈吩咐的履历 邹浩的则简单的多 陆朝为言官前 他一直在地方做血观 因为其尸臣落血 所以跟心血和心法 也始终保持着距离 宗浩的资历 放哲宗潮 只能算小资备 他是宋神宗原封五年时的进士 那年陈刺生都快因大战无拘后 而被扁出岭南了 小邹才刚刚入市 不过吕宫柱 范传仁 苏宗等大佬都欣赏宗浩 这也让他的文明得以传播 其实后世研究宗浩 相较于其仕途 也更多着力于他出色的文学造诣之上 元赴元年 常年待在地方的曾浩 突然被哲宗亲自提拔为右正眼 入朝与陈刺生 一同并肩作战 两个亲近就党的言官 得到皇帝如此礼遇 自然也让张敦 蔡便等人倍感压力 首当其冲被针对的 自然也是其中势力最大的心血领袖 蔡便 蔡远杜先生了 凭借对元游大臣的精算 蔡便在少盛年间收遍了简旭臣 吴居厚 安敦等一大票库吏 进入自己的麾下 一时间分头无聊 其中简旭臣给予工作业绩尤其突出 而被朝廷奖励 初始契丹 可以在收点契丹人送的礼物同时 顺便出国 旅游放个假 可是这简旭臣做事没分寸 一收礼物就不小心收多了 初始契丹 虽然被朝中视作美差 但朝廷对大臣初始时的礼节也非常看重 信念仁宗朝时 初始契丹的王拱臣 只是和辽兴宗多喝了几杯 多吹了几个牛逼 回朝后就被铁明御舌照变 喷到了外放出朝 何况现在简旭臣还是很没吃相的多拿礼物 当时的时间节点 又是宋良两国为宋下战盒问题 剑拔奴章的敏感时刻 这直接被让满朝文武都对此案慎重了起来 原本宋哲宗也没打算怎么处罚简旭臣 因为同一时期 简旭臣还要负责审问文基府 及原有大臣的同文管狱 结果随着案情的调查 他意识到简旭臣这小子 却是给国家丢了脸 哲宗一怒之下 直接让简旭臣下了诏狱 专制搞文字语的酷吏 自己手头上的工作还没完成 就先一步被打入了更高级别的牢房里 也是非常幽默了 而张敦和曾布一看 同样意识到这是个重创菜变的好机会 于是两老头难得摒弃前嫌 团结一致的下狠手弹劾简旭臣 无论如何 也要让小菜掉块心头露下来 当然比起这团结有爱的新党主公 更想简旭臣歇菜的自然是他的老朋友 陈刺生了 十多年前老陈弹劾他爹 也顺带劾了他 现在简州府不在了 简旭臣自然待遇升级 专想陈刺生 外加一个综号的联机弹劾 那么简旭臣要怎么自救呢 他能做的 除了坚决不承认自己多拿了契旦人的礼物外 便只能像小学生那样 又判扯出过去历年初始契旦的史臣 说大家拿的礼物数量都差不多 为什么老师直骂我 而这些被他拍摇出来的史臣里 也有张敦的行妇范唐 蔡变为了营救简旭臣 先是提出让党与安敦审理此案 然后便遭到了张敦和曾布的仪式反对 接着蔡变又屡屡为简旭臣辩解 却发觉哲宗并不表态 只是格外观火 乐得看三巨头三百巨伤 那么这事的最后处理结果是什么呢 简旭臣自然受罚最重 落职后 被贬出至黄州 罚同九十斤 而依附张敦的范唐 也在罚同三十斤并落职后 被贬出到了齐州 张敦损失一个心腹 算是勉强产生了蔡变 但是经此一议 十个人都能察觉出 哲宗在背后搞事的意图 便仿如依旧在日常高强度 弹劾张才二人的 陈刺生和宗浩一般 所谓自张敦独相以来 殷勤陛下微服 又弹劾菜变牧州的中重 政居中 都是贪比坚硬之人 那基本上 就是奔着把这两位宰制领导 当成乱称贼子去喷的 而宋哲宗听了后 既不回复陈刺生和宗浩 也不罢免张敦菜变 依旧是一边变法 一边拓边 偶尔增部那边见官家有想法了 就只会灵溪 一起出来吹捧下陈刺生 继续敬业的 做好自己搅屎棍的工作 比起宋神宗的套 大开大合的权术 宋哲宗的这套 无疑稳健的多 既不让朝廷伤筋动骨 也不让某一方势力笃大 哲宗在削弱这批老臣的同时 又持续不断的提拔郭智章 赵挺之 但独立性更强的官员 成为新兴势力 就连蔡金也是在这个时期 渐渐疏远了蔡变 开始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只是装哲宗一炒 蔡太师的资历还是差点一死 他虽然能靠出众的社交能力 哄得哲宗很爱和他聊天 但一直没机会成为宰职 更谎论替代张敦的可能 而作为一个不参议决策 只负责具体事务的部门主观 单认能力 蔡金即使放在新党里 也是最出色的那一段位 若不是宋哲宗的过早离世 他完全可以通过 循序渐进的人才培养 以完成新党大臣之间的合理过渡 而飞入历史上的班 因为他的突然去世 便使得新上位的宋徽宗 不得不去依靠旧党势力 由此再度激起党征 使得张敦 曾步 蔡变等人 全被消耗掉 也给予了最没底线的蔡金 尚未主导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 好不容易拿下的清堂 只因在治安站上遇到挫折 就在旧党的主导下 简单粗暴地将其完全舍弃 以至于徽宗除开新政后 要再次出兵 徒增消耗 纵观宋朝这近四十年历史 自宋仁宗去世以来 宋朝除了宋神宗在位的十八年相对较长外 其他时间里 每隔几年 朝野内外的士大夫 便要因为最高权力的移交 而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内耗和分裂 宋英宗时的溥仪之争 宋神宗初期的变法之争 原有朝的驱逐新党 保守党内耗 少福时期的清算保守党 以及徽宗继位后的最后一轮政治大清洗 当然 即使宋哲宗成功续命二十年 也没人能保证长期在位的他 会否因为各种客观原因的影响 而发生变化 但至少在新党高层的士大夫内部 不至于被消耗至 如后来的徽宗朝初期那般 清皇不接的状态 一旦国家最高政治不稳定 到头来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而除了清政时间太短外 宋哲宗时代还遇到了其他的统治难题 以及同样关联到新旧党争的后宫之争 宋哲宗先后有过两位皇后 第一位孟皇后乃是宣仁高后 在原有七年时为哲宗所选 时故她的上位与原有政治有着其他关联 宋代选后多从将门中则人 在选后指出高后一度属于过狄青的孙女上位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闷氏 闷氏相较其他候选人最大的优势 便是他所出生的门帝不算太高 闷氏本人的个性又足够温婉谦和 得到了高后与原有大臣们的认可 虽然闷氏的祖父孟元 官智从无品的防御史 并位列赛亚冠军之一 已经属于妥妥的军界高层 但和曹氏高氏这样的家族相比 还是存在不小的差距 当然我看到不少文章 因为孟元从无品的官阶 就说孟家是小官 这很明显是不了解宋代官智 还是那句老话 唐宋官品贵重 无论文武官 七品就很了不起了 跟谎论孟元去世后 还追增了郑无品的观察史 省部级干部叫什么小官 不俗的出身 确保了孟氏能够在幼年 得到一定的门学教育 相对较低的门帝 又让他不知交惯 入宫后更易于接受高后的调教 如此才能让原有精神 无死角全方位的覆盖 宋哲宗从前朝到后宫的每一个角落 不过有趣的是 向来逆反原有朝的宋哲宗 对于这位原有皇后 却是颇有感情 两人不但育有一女 少生二年时 哲宗还不顾理智 将皇宫东侧的一片土地 赐给孟氏家族做宅邸 由此招致了 阎官陈赐生的反对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 哲宗此举 并非出自真的恩宠孟家 而是想要借此举 捧杀孟氏 以为废后仆路 我们先不管这个观点靠不靠谱 但哲宗心中最爱的妃嫔 也却非孟皇后 而是另一位被史书誉为 名艳贯后庭的女子 刘氏 刘氏本是宫女出身 却凭借美貌和才情 得到了哲宗的宠信 就连见多识广的老司机蔡金 也尤咒地称赞刘氏 为三十六功人第一 元幼朝时 哲宗虽宠爱刘氏 却爱于高后的权威 始终没给刘氏名分 只待高后一死 哲宗与少盛元年 即分刘氏为郡君 一年后敬美人 又半年敬婕宇 圣级速度 看比开了修改器 刘婕宇本人 不但能得圣心故宠 对于哲宗的嫡母孝太后 以及生母朱太妃 刘氏也是破能顺应两宫的心意 如此一来 明眼人都能看出 刘婕宇的存在 势必会影响到 孟皇后的地位 事实上 刘婕宇也确实身怀野心 敢于挑战孟后的权威 譬如有一次 孟后与后宫嫔妃相见 按规制 皇后稳坐主位 其妃嫔妃 则需势力在旁 但唯有刘婕宇在旁 交头吉尔 全部把孟后放在眼里 惹得孟后身边的侍女当中 呵斥她 场面闹得很尴尬 面对刘氏的娇恨 孟后本人都表现出 克制隐忍态度 这可能是出于她对 原有政治被否定后的 政治敏感性 但她身边的人 却没那么好耐心了 又一次后宫聚会时 当刘婕宇从椅子上 站起身后 近来有其他人 悄悄地抽走了椅子 这时刘婕宇再度坐下时 直接摔了个大大的弹簧屁股 斗争套路可谓非常值小学生 但是直到此时为止 宋哲宗固然偏爱刘氏 对孟皇后 仍然没有表露过任何厌恶之情 直至少生三年年初 哲宗于孟后的女儿 福庆公主病重 事情才发生了变化 福庆当时只有两岁 在古代 是非常容易夭折的年纪 孟后多方就职之下无果 只能干着急 她的姐姐便病急乱头衣 找来到家拂水 来为福庆公主治病 不想孟后得见大惊 她知晓宋代宫廷禁言 最忌讳这种外界溢血之物 便让左右将这些东西藏起来 以免节外生之 可好巧不巧 那天正碰上 哲宗前来探望小公主 拂水之事被她撞个阵着 她便寻为缘故 孟后倒也以事告知 此时的哲宗倒是没有 以此为界地 反而还安慰孟后说 此人之常情儿 可惜到头来 不管是医药还是拂水 都没有挽救小公主的性命 而孟皇后在直眠丧女之痛后 又将面临更大的灾难 随着拂水之事在宫中传开 消息马上便随着传播 而开始发酵 孟后与拂水 替公主治病的事情 竟然直接就催生出了 孟后想以五谷之术 诅咒刘杰鱼的惊天答案 五谷之术放在历朝历代 都是极其忌讳的事 直宗震惊之语 也马上让黄承司着手进行调查 派去审问的大宦官是梁聪镇 审问手段极其残酷 孟皇后身边近三十个宦官与婢女 都被打得肢体毁折 舌头也被割断 在宋史的记录里 将这些宦官与公尼的认罪 权规咎于言行逼供 就连协同办理此案的御史郭敦义 都绝不忍 觉得这样审出的供词不能作数 但这时 却有个名叫好随的宦官 出言威胁郭御史 少爷的宋朝宦官 胆敢威胁宋朝御史 竟然还真就让郭敦义吓尿 懦弱地认可了此案的判决 那么这个好随是谁呢 他不单是刘杰宇的亲信 在宋史里 他更得到了张敦的支持 张敦增部蔡辩之老三位 全人设稳定地 安住刘杰宇陷害孟皇后 宋折宗最后也是因此 下定了废后的决心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 这巫谷之案 本就是大猪蹄子折宗的谋划 为的便是彻底摆脱 也有政治的残与影响 陈刺生与宗浩这两位亲近缘由的言官 自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纷纷上书反对 哲宗虽暂时没有发作 却在两年半后的原福二年五月 将陈刺生编关到了泉州 上面引用的记载 大多出自宋史 但我们同样知道 宋史的立场 像来不会给新党立场的人物 有多少好话 而一直被用来修正宋史观点的长边 却恰恰丢失了少盛三年的部分 为此 亲蒙文人黄乙舟 通过摘录和整理 杨舟梁等南宋史人所著的文献 写下了颇具有史学价值的 续资之通鉴长边实补 其中既补充了少盛三年部分的内容 在此书中 对于折宗废后一案的记载 便比宋史中要详实许多 在长边实补中 闷后身边人明确公认的罪行主要有二 其一是闷后的养母艳士 曾在尼古法端的指点下 与福祉上写下欢喜而自 峰会后荣于茶中 传闻只要让哲宗喝下此茶 便能让他远离刘杰鱼 从此宠来闷后 其二 是让宦官王坚绘制刘杰鱼的画像 然后又钉子钉画像胸口 又将死人灰藏在刘杰鱼宫中 等各种方式诅咒于他 而至于最后同意结案的御史郭敦义 长边实谱中也特地提了一句 说他是个弹鸡不必尽 人未淡之 今是互为白御史的狠角色 跟宋氏里那个被宦官吓到腿软的形象 也有一点点距离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 郭敦义在哨声吵人变了 亦或是看到拷打孟后工人的 雪玲玲的画面后 被颠覆三观了 但从长边师部的记载中 我们至少可以确认三件事 第一 巫蛊之事 并非纯粹空穴来风 是可以确认到具体的案情细节的 而从事后 向太后与朱太妃 都没有反对哲宗废后中 我们也可看出 这是即使有刘杰宇和张敦 蔡辩等人的挑唆 也并非无迹可循 废后这么大的事 若是理据不够充分 很容易遭到严官赌门 都要自己的统治根基 第二 最后被处决的艳士 法端 王坚三人 都属于孟后的身边人 仍然没有任何证据 能指明孟后直接参与了这件事 黄宇舟在记载中也明确批注 反性法视角的违宪 亲一色都是认为刘杰宇 诬陷孟皇后 而新党视角的文献则反之 然却又疑似太多 若是真要找出此事的真相 以目前的文献留存而言 则是不太可能了 虽然很多史料都认为 哲宗废除孟皇后 是为了让刘杰宇取而代之 但有趣的是 哲宗与少盛三年九月飞后 却直到三年后的元福二年九月 才让刘杰宇 以戴下皇子之戎得尽后尾 很明显 少盛三年的哲宗 仍谈不上完全掌握朝堂 为了确保朝堂迁移的平稳 哲宗直至在军事上 击败膝下清唐 外交上压制契丹 内政上订定心法权威后 还要再等刘氏生下皇子 才决定走最后一步 但即使如此 当册封刘氏为后史 仍然遭到了邹浩 黄吕 蒋之奇等重诚的反对 尤其是邹浩 作为哲宗极为看重的阎官 却在奏书中 以冰雹等各种极端天气为由头 网图以天人感应之说 向哲宗施加压力 哲宗终于再没有压抑自己的愤怒 立马将这位自己一指尊敬的阎官 流放岭南 才算终于平息了分厚之意 邹浩和陈次生这两位辅佐哲宗 制衡朝堂的阎官 因此全暂时性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不得不说 是此番后宫之争的副产品 若以元富二年为节点 那么最后的赢家无疑是刘皇后 只是天意弄人的事 十四年后 也继宋徽宗正合三年 以为太后的刘氏竟然又不甘寂寞的暗中搞事 最终惹怒了宋徽宗 并因此被逼至自杀 成为了北宋独一份的 被新任皇帝逼死的皇太后 要知道徽宗这皇帝虽然草点多 却从来不抱女 能死在他手里 刘姐姐是有点东西的 如此性格 说他没打算过暗算孟后 应该也是不太可能的 与之相对 孟后的人生则更加曲折离奇 徽宗继位之初 因为重用救党 一度恢复了他的后卫 但在重开新阵之后 孟后便被二度废后 却因祸得福 没有住在开封城里 以至北宋默尽康之变使 孟氏得以逃到南方 成为了传承北宋 与南宋之间法统的 原有孟太后 而她在之后所表现出的 政治才能与恭敬后德之姿 也亦和以巫蛊植树 骇人的形象大相径庭 她与刘皇后之间的身后瓶 也是盼落云影 而比起这两位皇后 他们的丈夫宋哲宗 也将在元福尔年年末 临近人生的终点 哲宗的身体 从来便不太好 据后世学者的分析 哲宗患有肺结核等疾病 在原有潮于精神上 又长期压抑自己 致使身体 早早的便伤了远气 轻震之后 哲宗在操劳国事的同时 又一直想要带下继承人 以强化自己的权威 再加上她本也是好色之人 过度的后宫生活 也进一步伤害了她的身体 至元福尔年五月 她的健康状况便急剧恶化 慢性疾病开始不间断地折磨 并消耗她的精神 偏偏她与刘绝一所生的皇子 也是早早夭折 直至哲宗临终前 又有一个小公主夭折 身体虚弱的同时 在数月内从大喜又堕落大悲 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崩溃 也成为了压垮哲宗的 最后一根稻草 只是从现有的一些文献中 我们却发现 即使在身患重病的时刻 哲宗仍然表现出了 异于其他皇帝的独特个性 仍在患病之时 难免会出现 复兴偶透之类的不雅之事 这对于推崇 将皇帝塑造成高贵政治符号的古代而言 向来是要注意避讳的事 但哲宗却完全无所谓 他会事无巨细地和曾部等大臣 聊起自己的患病境况 什么复散八九次 虽周不可敬 什么口闻腻兔 早善知晚必兔 曾部看着这位比自己小了 41岁的年轻皇帝 不由得也升起了长辈 疼爱晚辈之情 曾部劝哲宗多多休息 不必急着上朝 哲宗回说 只需休养一两天后就能上朝 曾部又劝他休息三五天也无妨 而哲宗只依旧回答 自己无妨 方成风先生寄言 曾部对于哲宗的关切之情 一语言表 事实上 不单单是曾部 哲宗与其他大臣也是如此 他人生中最后半年的病情 其实很少对向太后与朱太妃吐露 反而是跟外朝大臣讲述的更多 直至其临终之前 还一度向宰侄们安慰道 朱沙等皆以福 传一见地 清等 但安心 这位在少年时被当成政治符号漂亮的年轻人 只是生命的最后一刻 也要反抗这样的命运 他要做有为的皇帝 便要做一个活生生的人 张敦 曾部 蔡辩 许将四人 之所以能贯穿少府朝六年 而稳居宰府之位 固然有出于哲宗政治需求的一面 但这一朝君臣间的感情 却也远不同于寻朝的君臣 古人之子需要我们 所以我们来了 现在他走了 未来还能走多远 就再走多远吧 元福三年 正月时尔 宋朝第七位皇帝宋哲宗赵旭去世 享年 二十五岁 六哥 二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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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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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和关注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